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高層不合 每泄密文件皆間諜氣球更多內幕 詭異 中共巨輪沉沒俄水域 3萬噸國防工業原料墜海背後玄機 中共攜15萬人質恐嚇 菲律賓堅決回槍 賴清德 臺海戰爭將是全球性災難 中共難以承受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 熱點之機 今天是4月16號 星期天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高層不合 每泄密文件皆間諜氣球更多內幕 《華盛頓郵報》4月14號報導 五角大樓泄密文件顯示 中共一些政府部門 對2月中共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被擊落事件感到措手不及 高層出現分歧 文件評估 這起事件可能只有中共軍方內部少數人之情 而軍方對於間諜氣球欠缺高層強力監督 內部一些人認為 中共外交部對事件處理不善 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危機 造成轟動 這些事情是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製作的 標註日期為2月15號 顯示這些文件是在美軍擊落中共間諜氣球10天後製作的 詭異 中共巨輪沉沒俄水域 3萬噸國防工業原料墜海背後玄機 這篇文章作者綠水平宗要和大家聊的是3月1日在俄羅斯打打海域沉沒的中國商船事件 此次中國巨輪在俄羅斯水域遭不明物體撞擊沉入海底 國內外媒體為何都集體潛沒?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件事情的詭異之處? 作者查閱了塔斯社 今日俄羅斯 包括中國駐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總領館等官媒披露的信息 均為21名船員已獲救 發現船間艙有個洞 船上人員試圖將洞堵住衛國 雙方會積極配合溝通 減少該類事件發生 但關鍵信息一直未見說明 相信這也是大家關心的事 運載3萬噸國防工業原料去俄羅斯幹什麼?沉沒的貨輪隸屬中國哪個遠洋公司? 遭不明物體撞擊 什麼不明物體?主動撞上還是遭被動撞擊? 偶發事故還是有人蓄意破壞?會不會又是一起北溪管道爆炸事件? 先說第一個問題 中國船隻出現在俄羅斯海域 石油八九是向俄羅斯運送貨物的遠洋輪 船上運的是鋁帆土 這種礦產是好東西 主要用來提煉鋁的 特別是提煉出的特鋁 在航空航天 國防工業 精密儀器 電器製造等領域有著廣泛用途 鋁帆土對於俄羅斯具有極大的軍事價值 所以也引出第三個疑點 是否為敵對勢力蓄意破壞呢? 彼者認為有這個可能 自2020年8月後 美國一直指責中國向俄羅斯出售軍事零部件及相關技術 還制裁了中國天移空間研究院衛星公司 和其位於盧森堡的分公司 稱天移研究院為瓦格納提供多孔徑雷達 中國則對美國的雷神和洛馬兩家公司實施了反制裁 因此美國對中國運送鋁帆土的貨輪襲擊的可能性最大 美國也能夠掌握中國遠洋貨輪的運動軌跡 這麼做的目的一 可以起到警告和破壞中俄商貿關係 二 從源頭切斷俄羅斯的軍工材料來源 最後就是即便做 中國也只能啞巴吃荒蓮 那麼船體沒有爆炸 美國是通過什麼樣的物體的方式撞沉貨輪呢? 詭異的地方 不明物體撞擊了遠洋貨輪 並造成其沉沒 卻又沒有任何殘骸怎麼做到的 按正常邏輯 物體高速相撞後 多多少少會留下殘骸 但要吸取教訓 不能總是遭到不明物體撞擊 3萬噸國防工業生產原料損失 畢竟不是小數字 你說呢? 中共攜15萬人制恐嚇 菲律賓堅決回嗆 中央社報導 美國與菲律賓2月初上定 在加強國防合作協議原有的5處軍事基地外 新增4處菲律賓戰略據點 開放美軍建設權限 並於4月3日宣布 這4座據點包括卡加沿省一座機場 距臺灣僅約400公里的海軍基地 及林省伊撒貝拉一處陸軍軍營 加強國防合作協議使美軍可在菲律賓輪住 並在非國基地興建設施 學者認為 這4座據點有3處接近臺灣 明顯因應中共可能攻臺 中共駐菲律賓大使黃西聯14日表示 美國打算利用新的EDCA據點 干涉臺灣海峽局勢 並警告馬尼拉 如果你們真正關心在臺灣的15萬名菲律賓勞工 建議菲律賓明確反對臺灣獨立 而不是允許美國進入臺灣海峽附近的軍事基地來火上郊遊 黃西聯的發言15日成為多家菲律賓媒體頭條新聞 菲律賓國防部和國家安全會議對此相繼發表聲明 國安會聲明中說 菲律賓最關心的是15萬多名在臺灣生活和工作的菲律賓人安全與福祉 堅決反對我們國家的客人利用這一點來製造恐懼和恫嚇我們 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安約表示 菲律賓支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支持地區持續穩定 他並向黃西聯解釋 這四處新據點的選擇符合菲律賓軍隊的戰略基地計畫 這些據點是馬尼拉當局希望以非軍方的戰略根據地和發展要求進一步開發的基地 不是由美國決定 而是我們的武裝部隊所指定的 不過他表示 兩岸局勢緊張下 菲律賓國防部認為 為任何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以確保海外菲律賓人 尤其是在臺菲律賓人的安全是明智的做法 賴清德 臺海戰爭將是全球性災難 中共難以承受 綜合中央社及路透社報導 臺灣民進黨主席賴清德投入2024總統大選 週六從臺南出發 授起給臺南市信賴臺灣之友會等聯合後援會 賴清德表示 2024選舉太重要了 攸關臺灣未來 後代子孫幸福及印太地區和平穩定 他說 臺灣未處印太第一島鏈關鍵位置 印太人口超過40億人 GDP佔全球六成 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 也是地緣政治變化最嚴厲地區 臺灣要扮演關鍵角色 賴清德說 和平無價 戰爭沒有贏家 希望中共清楚瞭解 如果對臺灣發動戰爭 臺灣直接受害 但掀起全球性災難 中國也難以承受 中共應該善待臺灣 否則如何報答臺灣數十年來在中國的投資建設及解決問題 賴清德說 中共沒有放棄武力犯臺 臺灣要持續增強國防力量 隨時做好準備 他說 沒人要主動攻打 侵略佔領中國 即使中共對臺灣文攻武嚇 臺灣也不會改變和平立場 即放棄和平機會 賴清德表示 基於對等尊嚴原則 臺灣將自信地和中國展開交流合作 增進彼此瞭解 諒解 和解 經由合作達到和平 保護臺印太及維護世界和平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中共新徵兵條例 在大學抓壯丁 已經開始了 烏回收俄武器驚人發現 瓦格納擁兵領袖普里格金 要求普京宣布俄烏戰爭結束 蓬佩奧放棄2024總統大選 不與川普競爭 華日稱 中國試圖書寫抗議時 重塑國人新冠記憶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欣賞 唯是 好